什么样的男人值得珍惜一辈子,今天终于知道答案了,你没看到上热搜的新闻吗? 江苏南京的一个家庭,家里突然起火了,老公把他的妻子放在阳台前,死死地抱着他,生怕他摔到楼下,他自己在屋里被严重烧伤。 老实说,看了后我有点感触,眼红了,俗话说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关头各自飞,这位丈夫并没有飞,而是给了妻子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 这样的男人,真的是有责任心,是个爷们,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我们中国大部分男人的缩影,相信每个男人都会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,来保护自己心爱的人,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。 因为经常看到很多女朋友在网络上抱怨,鄙视自己的丈夫,甚至给他们零分合不及格,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少有好男人。 好在这个消息,带来了一些正能量,让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频繁过来,让许多妻子明白了,关键时刻还是老公是最靠谱的,和很多男人一样,他真的不善言辞,说不出好听的话。 但有些时刻上,他们第一个冲到前面,宁愿受伤,也要保护家人,就像他们宁愿吃个13块的快餐,穿着十几块钱的衣服,却舍得花钱给妻子买个名牌包包,给孩子买台游戏机,因为他觉得,只要妻子儿子开心,自己再委屈都是值得的。 他情愿一个人自己吃苦,也不让家人受苦受累,这是你们心目中的好男人吗? 所以也希望手机屏幕前的女人们,能对自己的老公多一点包容和理解,少一点埋怨,袜子穿得舒不舒服,只有自己知道,自己的老公可不可靠,在关键的一瞬间,你就知道了。